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名字看也已经很明显了吧 只有拿到飞行执照才能在蒙德城合法飞行 嗯 旅行者都飞了这么久了 之前都没有听说这种东西 就是因为你们成天在城里飞来飞去 弄得大家都注意到了 所以 你今天是特意来把飞行执照送来的吗 怎么可能 骑士是很有原则的 飞行执照先要考试合格 然后再由骑士团统一签发 我今天是来专门做你的考官 监督你进行飞行执照考试的 毕竟是我把风之意给你的嘛 要负起责任了 秦团长一定会这么说吧 考试 听起来就很麻烦 但既然是安博兼考 那么 你肯定能顺利通过啦 只是一点小小的测验 你击退风魔龙石的飞行能力全蒙德有目共睹 肯定没问题的 不过 卫章制度和飞行标准还是需要遵守的 这本飞行指南给你 虽然不用背下来 但还是要熟悉一遍才行 比如 不允许双人购用一架风之意 不允许携带超规格重物起飞 不允许使用风史莱姆起飞什么什么的 总之 你就好好读一下吧 玉莎姐姐教我魔法的时候 也是要我先看很多厚厚的书的 看起来好厚 没办法了 总之先读读看吧 读完以后就来风起地找我吧 西风骑士团的飞行指南 听起来就很难读 在世上的第一缕风刚开始吹拂时 向往高空的鸟雀拥有翅膀 却无法飞翔 他们询问风神 自己如何才能拥抱天穷 风神回答说 最重要的东西 你们尚未寻到 此时风吹过草地 狐风鹰的种子飞向远方 他们奋力张开翅膀 但草地上的风太过温柔 只愿意让他们 略略亮墙 于是他们来到峡谷 狂风展示着自己无匹的力量 他们鼓起勇气跃下峡谷 在呼啸的风中煽动双印 直到他们能在天空 自由飞翔 于是他们高兴地对风神说 原来如此 我们缺少的正是强风 风神却回答道 重要的不是强风 而是勇气 是他让你们成为了世上最初的飞鸟 是个很好的故事呢 但是骑士团的飞行指南 是这种风格的吗 不管了 我们还是快去找安博吧 你来了 已经把飞行指南好好看过了吗 规章制度都熟悉了吧 这个勉强的语气 我了解 我了解 飞行指南就是这么枯燥无趣了 我也一点都看不下去 别告诉秦团长 我说过这话 是吗 我觉得这本飞行指南里讲的故事 其实还蛮有趣的 有趣的故事 啊 你说的是后面附路的案例啊 有些我也挺喜欢 最喜欢的是用风史莱姆围规起飞的那个 借助风史莱姆被打破的时候爆发的气流 说是能一下子飞得很高很高 真想试试看呢 不是这个啦 是一只小鸟想要学会飞行的故事 咦 啊 我看看 呀 这不是我小时候最喜欢读的预言书吗 对不起 我昨天把它和骑士团飞行指南放在一起 肯定是出门的时候拿错了 这两本书有拿错的可能性吗 呃 事到如今再聊这个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但拿错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我心里 这本书才是教会我飞行的指南吧 重要的不是强风 而是勇气 是它让你们成为世上最初的飞鸟 就是这句话给了我飞行的勇气 让我成为侦察骑士和蒙德城的飞行冠军 唉 好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赶紧开始考试吧 别紧张 只要发挥出你平时的飞行水准就好了 按照我给你标记好的路线 一路平稳地飞到终点吧 啊 哇 对 对 我准备了 很好,不愧是在暴风里也能掌握平衡的你,顺利通过了 接下来的测验是在蒙德城,那么我先去城里了,你也快点过来吧 好,我们也快点回蒙德城吧,可别让它等急了 喂,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已经布置好了,我们继续考试 还是和之前的考试形式一样,穿过标记,一口气飞到终点吧 一口气飞 Спасибо,这波力就差出了 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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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呀,我需要去吃了吧 看来你已经掌握了用风之翼飞行的诀窍 那么我们就开始最后一环吧 毕竟这条路已经飞过一次了呢 那么这是最后一项测试 通过了之后就可以等着飞行执照迁发了 朝着飞行执照预备 上面正在飞的人 立即就地降落 接受骑士团检查 您好 我是西风骑士团的骑士 发生什么了 请出示一下您的飞行执照 无证非法飞行 根据蒙德成治安管理法第七条第十二款 请跟我走一趟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是风会牢记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等等 我们正在进行飞行执照考试 哦 是这样吗 但在这个时候进行飞行执照考试 真是不巧啊 发生什么了吗 骑士团刚收到教堂修女的报案 怪鸟又用风之翼逃走了 所以刚才我还以为你的考生是那家伙的同伙 怪鸟 那是什么 是蒙德成里的一个惯犯 他总是用风之翼左岸 所以得到了怪鸟这种外号 那家伙飞得很快吗 目前我们一次都没能追上过他 这一次 本来是想用教堂里的文物做诱饵 把这家伙抓住的 可还是让他带着文物跑了 不过 这次修女们已经提前用元素魔法 在文物上做好标记了 但那家伙飞行的速度太快了 跟着元素痕迹也追不上他 居然是个飞行高手 那就摆明了非我安波出马不可了 那家伙往哪边逃了 据我所知 他最后出现的地点是清泉镇附近 但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就放心交给我吧 这好旅行者也在 我们一起追上去 把这只怪鸟抓捕跪案吧 别担心了 等抓到怪鸟之后 我就直接 去帮你向秦团长说明情况 前面就是清泉镇了 周围一定有关于怪鸟的线索 他带着的文物上 有修女们偷偷标记的风元素痕迹 那就开启元素视野 仔细留意周围吧 这痕迹 会是怪鸟还是风史莱姆呢 风史莱姆是漂浮的 除非有人在这里踩着它起飞 不然不可能了 有人用风史莱姆 做过这种事吗 总之 很清晰的痕迹 把这里先记录下来吧 这是什么 像是被掰断的树枝 说不定是风之翼的骨架 所以 并没有元素的痕迹 看来 这就只是树枝而已 这是 碎掉的布片 有风元素的痕迹 看图案和编织方式 可能是风之翼的碎片 这样就能看出来是风之翼了吗 不愧是侦察骑士 嗯 如果真是怪鸟 那它的风之翼 应该已经坏掉了 元素的痕迹 一直指向了前面 难道怪鸟一直往前方逃走了 光是这么猜 不会得出结论 旅行者 我们顺着痕迹追下去吧 前面好像有什么动静 好像是战斗的声音 难道是怪鸟 快 我们赶紧过去吧 来比赛吧 太好了 是西风骑士团的人 秋秋人应该不敢追过来了 发生什么了 真是倒霉 我们的车队被秋秋人袭击了 还好我们跑得比较快 秋秋人袭击 可周围的秋秋人营地 几乎都已经被骑士团 清理干净了吧 是一个很小的秋秋人营地 和镇里隔着不远 我平时进货摆摊的时候 也会特意绕开 但是今天 突然从天上飞下来一个人 正好落在那个秋秋人营地里面 嗯 总感觉是某人经常做的事情呢 秋秋人一下子就炸了锅了 跟着那个逃跑的怪人就追了出来 我是跑了 可我运水果的车全都被砸了 明天上队来的时候 我可怎么开张啊 怪人 是什么样子的怪人 抱着个什么东西 飞得歪歪扭扭的 嗯 一定是因为抱着这东西 它才掉下来了 真是的 没考过飞行执照吗 不许带重物懂不懂 我一定要去举报 吊销它的飞行执照 抱着重物 说不定就是带着文物逃跑的怪鸟 你看见那个怪人往哪里跑了吗 我跑的时候就来得及看了一眼 他们好像是往前面跑了 总算抓住线索了 旅行者 我们快点追上去吧 哦 对了 别担心 我回去也会报告骑士团 把残留的秋秋人营地 尽快处理掉的 你会抓到草莓队下 有机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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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想选择不住你 是在滅海山的 除了秋秋人之外 还有一群怪模怪样的人 看那群人风之翼的智识 说不定是怪鸟的同伙吧 但是 他们为什么会留在这里呢 确实 这样的几个杂兵 是绝对不可能拦住我们的 而且也没有找到文物 也就是说 文物还被怪鸟带在身上 算了 旅行者 我们跟着元素的痕迹 继续前进吧 居然跑到这里来了 文物上面的元素力要耗尽了 原来是这样 怪鸟一会儿知道自己 没法处理元素的痕迹 才让手下拖住我们 是想等元素的痕迹自然消失吧 他不会得逞的 我们赶紧追上去 这里只有一条路 看来怪鸟就在前面 看前面的情况 想要追上去 只能用飞的了 但是底下有这么多敌人 飞起来一定会被攻击的 如果想要过去 必须一边飞 一边消灭这些敌人呢 对了 旅行者还差最后一项考试没考对吧 是 怎么突然问这个 那么 旅行者的第三项考试 就以这个为主题怎么样 原来考试内容是这样的嘛 是我专门为旅行者现场定制的特别版 毕竟是拯救了蒙德成的英雄 普通的考试形式怎么配得上嘛 旅行者 你怎么说 不错的回答 那么 起飞吧旅行者 消灭所有敌人 怪鸟和飞行执照都在前方 对谁的 优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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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嘞 顺利通过 旅行者飞得很不错嘛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剩下的就是抓到那个怪鸟了 我们继续前进吧 我们继续前进 作詞曲 李宗盛 看得上我吗 靠你了 靠你了 百发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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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看起来没路走了 那家伙到底会躲在哪呢 安博 看对面 你果然还是追上来了 没办法 怎么是个小姑娘 你就是怪鸟吧 现在你已经逃不掉了 我也不用逃 因为你压根过不来 这断崖确实很高 也很远 小姑娘 不如你现在回去把团长叫来 说不定我 说不定我就会马上投降呢 你这是在挑衅西风骑士团的侦察骑士吗 看我现在的 我现在就飞过去抓住你 可恶 明明就在对面了 要是可以直接飞过去就好了 但这个怪鸟是怎么过去的 在旅行者的元素事业里有痕迹吗 嗯 果然也没有 再见了 小姑娘 呀 这家伙要逃了 不能再犹豫下去了 除了飞行以外 没有第二种越过断崖的方法 但是 别担心 我可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 如果怪鸟可以飞过去 我也肯定可以做到 喂 侦察骑士 想要送死的话 古代风之义 从蒙德城的风神像上跳下去 才更适合你 说得没错 除了飞行以外的答案 旅行者也认为都已经排除了呢 旅行者 还记得我拿错的那本 不是指南的指南吗 最初的鸟是不会飞翔的 飞翔是他们勇敢跃入峡谷的奖励 接下来 请你见证我吧 收到 就让那家伙 见识一下侦察骑士的勇气吧 别 别开玩笑了 这里是飞不过来的 快点乖乖回去吧 小姑娘 怪鸟 你是这么觉得的吗 可是你仔细听听 周围微小的声音 崩说可以飞了 崩博又掉下去了掉下去了掉下去 风是风场 飞起来了 崩博又飞起来了 疯丫头 你是早就发现这里有风场 这才敢跳下来的吧 峰会眷顾有勇气的人 给我乖乖在那儿 等着被抓吧 那你啊 教他吧 军队报仇 十年不晚 成功抓住怪鸟了 其实只有在空中才能发现 那就是唯一的风场 怪鸟所要逃跑的方向 尽头根本是彻彻底底的死路 换句话说 如果怪鸟想要逃出去 就必须从我们这边经过才行 哦 所以他才一直这么装目作样 原来是想骗我们放弃 然后自己再飞回来逃走 不过 我们这边也不是那么好骗的 幸亏有理性者的分析 这就是所谓的 排除了所有错误答案以后 剩下的那个 无论多反常都是正确的吧 总之 想要掌握飞行这种事情 七分靠技术 三分靠直觉 剩下的九十分 全都是靠勇气来补足了 我看你刚才是九十九分 都是勇气了吧 哎呀 这就和我第一次考 飞行执照的时候一样吧 虽然很紧张 但还是有惊无险地 把执照考到手了 唉 可惜之后的几次考试 我都再没有这种紧张感了 总觉得傻了点什么呢 你 等一下 飞行执照都考到手了 之后的考试是考什么 这个 因为蒙德城里 这里不准飞 那里也不准飞 这里不准降落 那里也不准降落 我考到手的飞行执照 总是被吊销 零零碎碎 重新考过十五次飞行执照吧 但是每次不考 我可都是一次考过 果然 我那本指南才是最棒的 旅行者 旅行者 只好有空的话 我们去秦团长那里拿一份正经的飞行指南吧 总之 我还要把怪鸟押回蒙德城 就先走一步了 你回蒙德城之后 记得来大教堂找我 飞行执照还要在那儿颁发给你呢 已经走掉了 不愧是侦察骑士 速度真快 事情都处理完之后 我们就回蒙德城的大教堂吧 这本飞行执照 拿得可真是艰难呢 恭喜 这就是飞行执照 这下 你可以在蒙德城里合法飞行了 不过 你的飞行技术已经这么好了 顺利通过也是意料之内 对了 下次蒙德城飞行大赛 我会帮你报名的 我飞得太快了 谁也跟不上 所以总是一个人飞来飞去 也很无聊了 哦 真是大胆的宣言啊 呵呵呵 看来你还不知道飞行大赛的恐怖之处 那么 在被我华丽击败以前 要合法地自由地快乐地飞行哦 一定要遵守蒙德城的飞行守则 千万不要被雕像执照 这句话由安博说出来 真是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啊 不过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